黑帮教父身中22强却奇迹生还 是不是觉得有点扯淡啊 但这却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 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就一起来看这部 有真实事件改变的犯罪片 《不朽》 故事开始 男主雷诺是一名退休的黑帮教父 这天开车外出时 在地下车库遭到了一伙猛面人的袭击 这些人看到雷诺便直接开枪 明显是有备而来 之后蒙面人快速逃离 而雷诺则奄奄一息 倒在了血泼之中 弥留之际 他回忆起了自己的一生 雷诺年轻时 在监狱里遇到了当时的黑帮教父伊莱 相处中 他教会了雷诺很多东西 两人也成了望远之交 伊莱在出狱时叮嘱雷诺 不要继续在黑帮私混 不然人生的终点 只能是监狱 或者横尸街头 雷诺出狱后 紧急伊莱的嘱咐 找了份正经的修车工作 可某天 他从广播里听到 伊莱被人刺杀而刺死 悲伤愤怒 涌上了雷诺的心头 一怒之下 他拉伤了两个发小 杀血为盟 要为伊莱复仇 后面叫他们老二老三吧 其中老二谨小身为 老三则胆大冲动 雷诺查到 杀死伊莱的 正是他的继任者 新人的黑帮教父 菲尔南 三兄弟约定 同胜共死 合力刺杀了新人教父 菲尔南 之后 雷诺接受了伊莱的黑帮遗产 雷诺重情重义 做事极有原则 厮杀多年后 成了公认的黑帮教父 老二和老三 也都拥有了各自的势力 但这终究不是 雷诺希望的生活 他把黑帮的权利 分给了老二老三后 选择了激流勇退 过期了退休的生活 没想到 却遭到了刺杀 时间回到现在 医生在雷诺的身上 取出了22颗子弹 幸运的是 无疑直接击中要害 加上医生的权利强求 雷诺奇迹生还 作为城市当之无愧的教父 雷诺的遇刺 受到了各方的关注 负责此案的女警官 勘查了现场 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这也让警察局长 格外的头疼 这次事件 明显就是黑帮之间的仇杀 局长不想让警方搅和进去 安时负责的女警官 做做样子就好 他们想怎么打 就怎么打 死光了更好 毕竟警察的职责 是保护百姓 而不是保护这些败类 但女警官并不认同局长的说法 她的丈夫是一名政治的警察 却死在了黑帮的手里 虽然知道凶手 结果可能是雷诺的兄弟老三干的 但她继承了丈夫的遗志 希望能用法律手段严惩凶手 这次的案件也一样 不能因为受害者的身份 使前黑帮教父就区别对待 然而当她找到一件清醒的雷诺 询问情况时 雷诺却急不配合 女警官知道 雷诺作为黑帮的前任教父 有自己的骄傲 有自己的做事方式 而且雷诺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又一枪打在了脸上 导致神经受损 又比失去了知觉 成为了残废 她一定会用黑帮的方法 找出凶手 实施报复 这是女警官不愿意看到的 可她也只能 做自己能做的加强保护 果然当晚就有杀手 再次潜入了医院 暗杀雷诺 好在雷诺已经提前转移了病房 多过了一劫 而雷诺的手下 已经在暗中调查 没过多久便收到了消息 有个混混在酒吧 自称参与了自杀雷诺的行动 有了确切的消息后 雷诺带上离开了医院 路上甩开了一只 监视自己的女警官 在一个仓库中 见到了小混混 混混一见到雷诺 直接就被吓尿 雷诺承诺 只要如实说出幕后主使 便放她一条生路 小混混当即 说出了所见所闻 原来对雷诺下手的 是当初结拜兄弟中的老三 在雷诺掌权时 就严定禁止毒品生意 可她退休后 老三靠着毒品大发横财 不过老三终究害怕 雷诺收到消息 为清理门户 便决定先下着围墙 让七个手下去干掉雷诺 可没想到 雷诺身中22枪 居然活了下来 雷诺得知真相后 心情复杂 她重情重义 无法狠心对和自己 一起打拼多年的兄弟下手 何况要是和老三开战 会牵连众多无辜的兄弟 这是雷诺不想看到的 一番纠结后 她决定不再追究 手下们将老大主意已定 也不好再作出什么 但还是建议干掉小昏文灭口 可雷诺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 执意放走了对方 说到这里 有必要说一下雷诺的三个手下 马丁相当于总管 她和雷诺的前妻有四亲 雷诺发现后成全了两人 而且依然重有马丁 雷诺和前妻有一个女儿 目前和马丁一起生活 这足以看出雷诺的宽忠 另外两个一男一女 相当于保镖间打手 跟随雷诺多年 忠心耿耿 另一边被放在的小昏昏 并没有什么原则 扭头就把雷诺等人的消息 卖给了老三 得知自己暴露后 老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让七个手下 绑架了雷诺的男手下 残忍分尸 而那个二五仔小昏昏 也被直接灭口 此日雷诺便收到了 男手下的一块残肢 双方正式撕破了脸皮 雷诺也很愧疚 后悔自责 就是自己那所谓的原则 才害得兄弟丧命 自己的宽容 也没有换来老三的罢手 不管是为了自己和家人 还是为了给兄弟报仇 他都要让对方血债血偿 随后他安排女手下带自己的家人 到城外赞皮疯头 独自展开了复仇行动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雷诺一手吃枪 一手炸弹 找到并控制了 正在聚餐的七个杀手 七人见到雷诺 都静若寒蝉 雷诺先是嘲讽 七人刺杀 还有蒙面都是闹肿 他会在公共场合 把七个人一个一个干掉 或者是明天 又或者是明年 只要他还活着 七人永远不会知道 还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雷诺还让他们带话给老三 说吧 抬手两枪 一枪头部 一枪心脏 干掉了其中一人 因为雷诺想起了刺杀当日 其中一人戴的手表 和刺人一模一样 这全当时收个利息 之后便转身离开 接下来 雷诺又找到了 七杀手中的一个胖子 这次 雷诺没有再坚守 不杀手无村铁之人的原则 一枪头部 一枪心脏 赶紧利落地解决了对方 雷诺的接连出手 让女警官无法淡定 而老三这边 更是感到了恐惧 雷诺的凶狠 他是一清二楚 连忙找来了女警官 向借警方之手 除掉雷诺 话里话外都暗示 雷诺就是杀死 女警官丈夫的凶手 可女警官 明白老三是什么货色 对此嗤之以鼻 不过老三自然料到了这点 在恋人谈话之际 他安排手下 在女警官的车上 装上了定位监听器 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希望利用警方的调查 找到雷诺 与此同时 老三还安排了手下 砸了马丁的家 砸了雷诺原来的住所 以此来发泄恐惧 马丁得知后 便急忙去向雷诺 汇报情况 却不知老三的手下 为了找到雷诺 早已动用了一切手段 马丁的狱击一动 自然在他们监视之中 就这样 马丁找到雷诺的同时 无名杀手也尾随而至 两人没说几句话 雷诺便发现了 悄悄靠近的追兵 他并没有责怪马丁 而是交给他一把银色的手枪 让他从侧门离开 找机会驾驶小船逃离 自己则留下来吸引火力 仇人见面 愤腕眼红 双方随即爆发了枪战 雷诺虽然油猛 可毕竟对方人多势众 火力凶猛 没过多久 便逐渐逼近了小屋 雷诺只好骑上了摩托 强行突围 几人是火速追赶 雷诺几次都陷陷 被对方追上 情急之下 看到了路边巡逻的警车 他便骑着摩托 一头撞了上去 一队警察急忙为上去查看情况 几名杀手只得愤愤离去 而在雷诺逃命期间 马丁在即将登船之际 被杀手俘获 带到了老三的面前 可老三却只是威胁了马丁一番 便放大离去 雷诺这边虽然逃过了追杀 但也因为有杀人的嫌疑 被警方控制了起来 不过女警官并没有掌握任何证据 并不能拿他怎么样 然而谈话时 雷诺得知了一个信息 当初刺杀雷诺的并不只是七个人 而是有八个人 一个望风 两个司机 五个枪手 通过弹道对比发现 其中一个枪手故意放水 雷诺当时的位置 离激发点很近 可此人却六发子弹 全部打空 而且其中有三名枪手 都是胡乱开枪 雷诺这才会身中二十多枪 活了下来 从警局出来后 雷诺继续复仇 又解决了名杀手 几天后 雷诺趁着老三位手下举行婚礼 防卫松懈时 潜入了老三的毒品工厂 打伤并控制了 在此值班的七杀手中的其中一人 此人为了活命 从电脑里拷贝了老三 贩毒的所有证据 只要交到警察的手里 老三就别想再从监狱里出来了 同时还坦白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三兄姬中的老二 并没有和老三同流合污 老二做的是走私生意 从来不碰毒品 甚至他手下偷偷做毒品 老二发现后 会直接干掉 老三瞒着老二 利用他的走私渠道 把毒品混在其中 拥往了各地 如果老二知道了真相 是绝不会放过老三的 雷诺还想问主 刺杀自己的第八人是谁 可惜对方一直蒙着脸 杀手对他的身份也是一无所知 此时 老三的人联系不上值班的杀手 便派人来此查看 可雷诺发生了枪战 雷诺打伤对方后 又干掉了值班的杀手 才离开了此处 等老三带人赶到时 雷诺早已不知所踪 这样老三叽叽败坏 破口大骂 下令不惜一切 搜捕雷诺 为了报复雷诺的家人 见一个杀一个 与此同时 刚据晚晚婚礼的老三的手下 此人也是七杀手之一 他在回家的路上 被辆车堵住了去路 下车招对方理论时 随后 凶手把枪扔到了地上 便驾车离去 警方在这把枪上 检测出了雷诺的指纹 敏然一眼就看出 这是明显的栽赃 如果真的是雷诺 根本就不会留下证据 跟别提带着指纹的凶器了 不过局长却另有想法 他根本不关心 人到底是不是雷诺杀的 反正前面几起 应该就是雷诺干的 正好可以趁机解案 真正的凶手是谁 无所谓 反正死的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于是不顾女警官的反对 火速签发了对雷诺的通缉令 雷诺这边 他秘密和马甸见面 把装有老三贩毒证据的U盘交给了马甸 让其拷贝一份后 亲自转交到老二手上 晚上女警官接到了孩子的电话 让他猛然想起 雷诺也有孩子在上学 于是便火速联系了同事 查到了雷诺儿子所在的学校 此日便遁守在学校门口 果然看到雷诺的儿子和女儿 被女手下接走 他便一路未遂 想以死找出雷诺 然而他不知道 老三此前已经在他的车下 安装了定位监听器 自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在女警官的眼皮底下 老三的人乱枪杀死了雷诺的女手下 劫走了雷诺的一双儿女 不久雷诺的女儿就被人发现 并带到了警区 他近身恍惚 明显是遭到了殴打蹂躏 而老三之所以没有杀他 就是让他代华给雷诺 如果雷诺还不收手 就等着跟儿子收尸吧 雷诺收到消息后 却冒险找到了女警官 虽然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但雷诺素来重视家人 对这个孩子也是有几处 他给了女警官两个选择 一是逮捕自己向局长邀功 而是配合自己救助儿子 同时他也给了女警官 杀死其丈夫的确切凶手 就是老三 女警官一是为人父母 明白雷诺此时的心情 加上他也看不惯局长的做法 便同意了雷诺的计划 雷诺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让警方放出消息 说雷诺已经被捕 老三收到消息后 必定会放松警惕 派人处理雷诺的儿子 这样雷诺就有了可乘之计 果然老三看到雷诺被捕的消息后 马上派手下兔头 去处理掉雷诺的儿子 此人也是当初刺杀雷诺的七杀手之一 雷诺一路为随对方 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庄园 雷诺偷偷潜入了庄园 却被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拦住了去路 此时兔头已经进入了屋内 让看仇的小弟干掉雷诺的儿子 这个小弟虽然也是当初的七杀手之一 但他不忍心雷诺的儿子 小小年纪便丧命于此 便直接拍晕了兔头想放孩子去逃命 然而在电影里 补补刀的后果很严重 苏醒过来的兔头直接干掉了小弟 把尸体和雷诺的儿子都塞到了后备箱中 准备离开 没走多远 雷诺又终于脱困而出 用身体避停了兔头 兔头见此还准备挣扎一下 可雷诺拼杀多年 兔头怎么会是他的对手 最终被雷诺用车门拍了个半死后 扭断了脖子 至此雷诺成功救下了儿子 和家人简短的相聚后 便开始准备最后的复仇 那边 老三见雷诺已经构不成威胁 便准备做掉老二 从此高枕无忧 可老三再次失算 拍来的杀手全军覆没 其中就有刺杀雷诺的七杀手之一 老三手底下的七杀手 已经全部死亡 而老二虽然也损失惨重 但他从来都是警小身微 每次外出都会穿着防弹衣 这才让他躲过了刺戒 藏匿了起来 不过女警官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老二留下的外套 口袋里正是装有 老三贩毒证据的优盘 与此同时 雷诺潜入了老三的家中 实际控制了对方 他不明白 当初杀血为梦同生共死的兄弟 现在为何会变成这样 十一致死 老三也不再隐藏 他告诉雷诺 时代变了 雷诺坚守的那些不贩毒 不不及家人之类的原则 早已毫无意义 难道这样就能让他们变成好人吗 他们手上沾的血 不管怎么努力 是永远洗不掉的 别再测什么刀的关了 雷诺看着昔日的兄弟 迟迟下不了手 而老三则趁机用水壶偷袭 反制了雷诺 也许这一刻 让老三幻想了很久 得意之下 开始羞辱雷诺 此时女警官带人破门而入 结束了两人的争斗 以优盘力的犯罪证据 老三这辈子 恐怕都没有出于的机会了 而雷诺这边 警方却并没有找到 对他不利的证据 至于那边带有他指纹的手枪 警方通过弹道对比发现 凶手开枪 用的是右手 而雷诺在被刺杀后 右手已废 失去了知觉 明显不可能是凶手 就这样 雷诺被无罪释放 从警局出来后 雷诺让来接自己的马丁 开车来到了遇刺的停车场 从在警局 见到那把带有他指纹的银色手枪时 他就明白了 马丁就是那神秘的第八人 因为这把手枪 是他亲手交给马丁的 马丁被识破 只得承认参与了刺杀 但这都是被老三威逼的无奈之举 打在墙上的六发子弹 证明他并没有想直接杀死雷诺 可陷害雷诺的事 他又做何解释呢 对此 马丁并没有给出解释 只是搬出雷诺的前妻和女儿 不断地求饶 虽然店里没有明示 不过在来的路上 雷诺曾说 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复仇 不惜前复几十年 只为一个复仇的机会 雷诺的心中依然明了 马丁应该就是 当年他为依赖复仇时 杀死的黑帮教父菲尔兰之子 马丁一直在寻找机会 让他们三兄弟自相残杀 雷诺和马丁有着多年的情谊 现在马丁又是前妻的丈夫 女儿的继父 最终他放过了马丁 对着地面连开了六枪 两人算是扯平了 这件事也到此为止 故事最后 雷诺如愿和家人 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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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